伴狮子般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诗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老师 我们开讲在OOSS这个平台开讲也三年半多了 在整个讲学的过程中 跟大家互动的过程中 我的感触就越来越深 比方说昨天跟一对老科学家在沟通的时候 他们就感叹 他们都七十多岁了 他说在一生中他除了工作生活就在不停地寻找 寻找一种老师 能够把这个人生说明白 能够把自己的生命的使命说明白 并且说圆通 他一致都没有找到 后来是来到OOSS让他震撼 学了大量的他这一生没有学到的东西 并且从科学角度 从自己内心的这个世界中 他对我们所传承或者所教的东西十分的认同 这就给我们说明了一个什么事实呢 就是今天在我们全世界都缺这样的老师 都缺这种能够把阴阳两界 阴险两态 古代圣贤的智慧跟现代科技结合起来 变成一种全新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导师 传导师 我们为什么办狮子班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不是一个复古 不是说把古代的东西搞到现在 作为一个老师 首先你必须是一个研究者 爱好者 再就是实践者 我们的老师跟时速的老师有点不太一样 实速的老师你可能只会讲炒菜理论就可以了 有学生来学 你拿着课本 备完课上来讲几句话 然后把一些怎么炒菜 为什么要这样炒 菜有什么营养 这些给大家讲明白了 你就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 这种老师需不需要 需要 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的教导 我们不能够走到今天 可能我们还是完全的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 这种基础教育跟我们的人生有很紧密的关系 我们应该感恩 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的教导 培养 我们不能够有一个高下的比较 你真正跟到一个老师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老师原来多么金贵 不知道这个老师多么的重要 因为他教的跟实俗的完全不同 同时佛法不离世间卷 他也不是脱离现实 脱离人生去乱盖的 是真真实实在我们人生中能够受用的 但是我们缺另外一种老师 他除了能够把理论给我们之外 还能告诉我们很多的实用技术方法 训练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大厨师 一个有名的厨师 那么去造福大众 利益大众 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全世界的整个文化界 教育界去放眼看来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是实政派的老师太少了 嘴皮子倒的老师太多了 并且形成了一种误导 就是大家以为我懂的就行了 说这个菜很好吃 我知道怎么炒的就好吃 就行了 说你炒一个给我吃 说对不起 我从来没炒过 我还是去找大厨师给你炒好了 那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导师 不是真正的一个教授 你不能把自己的东西交给人家 所以古代对诗这个字要求是很严格的 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诗 这个在唐朝有个叫韩瑜 他对诗他就给了这么几点要求 当然韩瑜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大思想家 大文学家 实际上他本身也是一个修正者 这个在清朝之前的一些历史上十分有名的文人 学者 思想家 官僚 实际上他们每一个不是修炼的 特别是我们华族在不修炼的历史 实际上是到了1900年以后才形成一种不修炼的潮流 因为以为修炼这个东西是经过人的思想的 是说教 然后使人还生活在旧的一个生活模式 生死模式的阴影下 所以他们打破了传统文化 想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化 结果越搞越烂 搞到现在的人完全失去了发展方向 失去了阴阳两界 生跟死的意义完全丢失